现在呢 大家猜猜看我在哪里呢 你们看到这幅图画 就可以代表我在的地方 非常的明显 上面就有答案了 有看到左手边呢 是不是有看到三仙台呢 看到海呢 然后看过这边有原住民哦 所以呢 还有这边有鱼哦 我在哪里呢 可以猜得到吗 是在台湾的哪里 很明显的吗 是不是在三仙台 就是在台东呢 看到这座桥呢 应该大家都知道 太明显的答案了 现在呢 我在这个饭店呢 是之前我们暑假的时候哦 我们有来住 我带了大爷来住 我记得第一次的时候 是带我爸妈来住 第二次是今年的暑假的时候 是带我们家大爷 还有小朋友来住 因为我就觉得 我一定要带他们来住 我就跟大爷讲说 他一定会喜欢这个饭店的 我一定要带他来住 果然 你们知道吗 我暑假待他来的时候 我被骂了 骂什么呢 他跟我说 哈 这饭店只有住两天而已 怎么会够呢 他说呢 他太喜欢这个饭店了 他觉得 下次来要多住几天 而且他跟我说呢 一定要跟团友们讲说 来台东市 台东市哦 我们现在在台东市哦 不是在偏远的台东 远的哦 不是就在台东市区 他说来台东市区 就是要住这一间 他说一定要跟团友们讲 要住这一间啦 这样子你就知道他多爱了哦 我们那是嘴巴歪掉的人哦 歪得很哦 好我们现在介绍就是在台东市区的历历 历历历历历哦 之前我们有合作过的 那我们这一次再一次的合作 我们再次的合作 要给大家一样的优惠 太棒的优惠 真的 就是希望你们多来台东玩 来祝台东历历 我们家大爷爱的 相信你们也一定会跟他一样爱上这边 而且呢 要多停留几天 那一天怎么会够呢 那两天还是不够 三天可能才刚刚好一点点而已哦 所以呢 记得多买几张 不然你们后悔 我跟你讲 大爷也是很后悔的 他觉得两天真的不够啦 要多住几天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话呢 它是七楼的部分哦 七楼部分 它每一层楼非常厉害 我觉得从 你们可以从它大门口开始 就可以感觉到 它是非常一个有艺术气氛的一个饭店 包含你看 每一层楼 它这个画都不一样 它是迎接你们的挂画都不一样哦 还有这个灯 那种水晶灯的感觉 真的 而且进来还有一个味道 好香好香好香的味道 大爷连这个都有观察到 他就觉得好舒服 一进来就觉得很放松 就觉得这个香气 整个饭店香香香喷喷的感觉 超舒服的 好我们看一下 而且那每一层楼的 连地毯的设计都非常用心 是不同的地毯的设计 有不同的风格哦 所以你每次来可能你不做了 应该说住了不同的楼层 你有不同的一个感觉会出来 设计感会不太一样这样子 不是完全每一层都长得一模一样哦 那我们现在介绍的是七楼的房间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走道是分成左边 右边 左边 右边 代表什么呢 来台东要看什么 看山跟看海 看山看海在这里一次都可以满足大家了哦 左边 右边 左边是看山 右边可以看到海 真的可以看到海哦 所以在这边 楼上顶楼的话呢 还有个酒吧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到时候跟你讲 晚上的气氛超棒的 那个也是大爷非常爱的 我就知道他爱那边 我上次还把他带在楼上去 你知道他多开心 整个晚上有够开心的 心情非常的嗨 他说这就是他要的感觉 我怎么会不知道他要什么 对不对 我也知道你们要什么 所以呢 我们喜欢的你们也一定会很爱哦 好 我们现在来介绍房间的部分 我们来看山看海一下好吗 好 我们先看什么呢 先看山好了 好 我们先来看山景的部分咯 跟我一起走咯 看山看海都很美 不要挑真的 随机你就一个小确幸 来感觉一下 这边看山看海 其实我觉得都很美 讲真的 不要做主指定哦 真的不要指定 就是来一个不齐而遇 看你今天是遇到海 还是遇到山呢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好 先来遇山一下咯 来看一下咯 705的话我们要介绍是看山的这一边咯 看山这一边的话呢 好 真的太美了 而且我真的觉得来这边反而是看山 我自己觉得那个画面整个比较壮观 而且我们今天还不是天气最好的时候 为什么 昨天是有下雨的哦 我是早上还有下雨哦 现在是雨停了哦 不然我给你讲大太阳的时候更厉害更漂亮 倒不行 但是今天这样就已经很美了 他不下雨我就已经很开心了 好我们看一下看山的感觉哦 好进来吧 那么看到上面房间的部分非常有设计感 我就喜欢这种新的感觉 因为他就是很新的饭店 而且呢 设计感非常漂亮非常用心 好 不仅在他们大厅 在他们的走廊 在房间也是一样 让你进来就觉得 嗯 你充满了一个艺术气息 为什么呢 你看房间 一幅画 这边后面再一幅画 你在房间就已经很有艺术的感觉了 真的 老板很爱艺术的 好我们看一下 一进来你看你的眼前 整片大片的落地窗 每个房间都有这么大片 后面那个不是假的呢 你不要有用贴的好吗 有人说 是不是那个窗户给他贴那个风景图 不是 是真的 真的景观 好我们靠近就知道 我没有骗你们 下面还有车子在跑 完全是真的 就是这么美 你知道远远这样看 好像后面被贴的那个风景罩 是假的一样 是真的好吗 我们待会来看一下 今天的山景有多漂亮啊 而且呢 我觉得他们家呢 好 除了山景漂亮以外 来 我最喜欢就是他整片的窗户 这样子 采光非常好 而且这个窗户呢 还有机关 是什么机关啊 我告诉你们 一切都要现代化 他们家超厉害的 连这个 看好了哦 他完全是可以表演的哦 他是电动的 他们家真的很厉害 怎么说呢 我们看过来这边 现在是很厉害的时代 进步了 我们看到这边有两个遥控器 一个呢 就是这台大电视的遥控器 另外一个就是有办法控制窗帘的 所以是可以善加利用 真的超猛的电动化 电动化的哦 好 我喜欢这一片窗户 其实你就算坐在房间这样子发呆就很美了 楼上的景观呢 是整个环绕一圈 看山看海 全部在顶楼一起看 那这边的话是看山 这么漂亮的山景 你有没有觉得 更厉害的是 躺在床上就可以了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了哦 我们看一下角度怎么抓呢 就这么简单 躺着就有了 有没有看到 我现在 有没有看到 躺着就有这么漂亮的山 而且是真的 不是我挂画的哦 也不是贴上去的 下面有车子在跑 不信你看 是不是 车子在跑 那我们面山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面大门的这一边 大门这边有什么好处呢 今天就是要给你们讲 我们大门出去左手边 应该说大门右手边 马上 有没有看到车子在跑了 没有骗你吗 是真的实况报道哦 是真的 所以外面的景观也是真的 不是用贴壁纸的啦 有的人说是不是贴壁纸 因为太美了 对不对 没得不像话 没得不像是真的吗 是真的啦 好 我们现在大门出去 右手边 超级无敌大的Seven 超厉害的 号称台东最大间的Seven 这下真的方便了 你们真的是 不要把那边当小百货公司逛 里面样样都有 很齐全 我跟你讲 而且非常特别的东西 晚一点给你们叫Seven 有多特别 他这边的特别性在哪里 超赞的 不管你们要逛一下 还是要吃的 要用的 里面都可以买得到 超棒的 好 这边呢 这边呢 就是我们原本 你如果是过来这边 这条路是主干线 你主干线 来来往往 一定看得到饭店 你记得往前 到那个桥下再回转 不要那么危险 从这边 这个不要这样路口横过来 这样太危险 要去前面再回转 好 讲完了 我们来看这个欣赏风景 赏心悦目的景观 是不是太美了 来这边真的是看到这种景观 你会觉得很放松吧 你看得再远来这边 你疲劳都解除了 你知道那七月来的时候 大爷就是被这个景观 整个疲劳解除掉了 他进来就跟我说 对嘛 这个就是他要的 你知道我们家大爷 真的是嘴歪得很 他夸奖到不行 他说来台东市 他就是要住这一间就对了 台东市区 不要误会不会很远 我们就在市区附近 我们从那边开车到市区 大概是六公里 很近 非常的近 很快就到了 不要想太远 真的很近 不是那种台东很偏僻的地方 是在市区 真的是市区 超漂亮的景观 就在房间躺着就可以了 所以你说这个山景 当然是你觉得要哪一种呢 不要以为说只有海景漂亮 来这边真的是山景美到不行 所以不要一直抢说抢海景海景 来这边你要另类思考 反而是这个山太美了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 这么漂亮的山景了 那我们来看到房间的部分呢 是不是充满了现代感的设计 设计超美的 我们刚刚上面 女生嘛 都很梦幻 我就像我就觉得 我好喜欢这种灯 超漂亮的 我喜欢那种水晶灯 很梦幻很漂亮 然后看起来就是很高贵的感觉 然后我也很喜欢这种椅子 他们连椅子颜色都是我很喜欢的 蓝色的 漂亮的 我很喜欢鲜艳的颜色 粉红色的蓝色都是我的最爱 那蓝色的椅子 超漂亮的 超赞的 我刚刚说了欣赏 欣赏美景 连房间都有挂画 两幅 让你欣赏一下这个挂画 整个房间是有艺术 有设计感的 那他们有贴心的地方 有好几个贴心的地方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像一般来讲的话 你看这边 免洗拖鞋 他们家是厚底的 不是那种薄的 看清楚 厚的 超有诚意的是厚的 而且我们把这个打开 这边是放行李架的地方 对不对 这边可以拉开 我们看到这个 贴心吧 竟然还放了擦鞋油 这也太贴心了 还放了擦鞋油 还有鞋靶 超级贴心的 行李架 让你的行李不落地 像我妈那个洁癖的 我妈就是 行李不能落地的人 真的 这个她就很喜欢 看到行李架就很开心 她完全不能接受 行李在地上 有洁癖的人就会这样子 我们看过来这边的话 还有竹水壶 还有四瓶的矿泉水 竹水壶矿泉水这些都不是问题 然后茶包咖啡包 而且他们杯子超漂亮的 完全搭配我刚给你们讲的一个 艺术感 美感 他们家很讲究这个包含这杯子 你看 不是随便拿个马克杯这样子 你看这个盘子 金公像不像那样子感觉 都是设计过的 配合房间的感觉掉掉 连杯子都很注意 而且要卖非常贴心 还放了祈福饼干 要给小朋友吃的 祈福祈福 吃了就有福气了 祈福饼干 有没有 好奇 咖啡 UCC的三合一咖啡 墨香绿茶 红茶包 天人的 UCC的 祈福饼干 祈福祈福 吃了就保平安 大家都好奇 再两个这边旁边的话 这个衣橱的设计在这边 衣橱里面也很贴心 连那个刷衣服毛球的刷子都有 太贴心了 有没有五星级的配备 他们家都配给你了 你看到下面就是 锁小孩的 我们家小孩都锁车子 小时候就把车子锁里面 那是他的宝贝 锁车子的 锁你宝贝的东西在里面 然后还放了洗衣袋 然后这边还有 衣架的部分 很贴心 刷毛球的刷子也有 太贴心了 太贴心了 我们看过来厕所的部分 也是一绝很厉害 他们家大手笔 不管什么房间 全部是免制马桶 你知道多扯吗 包含大厅的厕所 也是免制马桶 真的是大手笔 大手笔花下去就对了 连公共区的厕所 都是免制马桶 很厉害的 非常贴心 再来我们看一下 还很贴心一点 我真的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因为有些饭店 他没有放那个洗衣袋 我这也不知道 我什么要等在哪里 你知道有时候会觉得 我到底他也没有放那个 如果没有挂那个衣服的架子 也没有洗衣袋 真的就很不方便 他们家很贴心 放置的洗衣袋 然后大毛小毛这些是都有 这些都有 大毛巾小毛巾这些都有 好 转过来这边呢 我说贴心在哪边 还有贴心处勒 我就喜欢那种杯子 不要一样颜色 我喜欢彩色 为什么 不然分不清楚啊 有时候就大家长一样的时候 都搞不清楚 四个人到底谁是谁的杯子 你知道 好这边的话 我们看下面哦 贝品 贝品在这边 在这边 这边 好我们可以打开 12345 他给的五瓶 会不会很夸张 有梳子 有刮虎刀 有玉帽 还有清洁组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 你看他们 瓶瓶罐罐的洗髮精 洗髮精 两瓶 再来看一下 这个是 有沐浴乳 然后有身体乳液 五瓶 他们家好贴心哦 给了五瓶 背瓶的部分给了五大瓶 超贴心的 很大方又贴心 这边止滑垫 记得要使用 下面很贴心 还放了止滑垫 所以洗澡的时候 记得使用一下止滑垫 会比较安全 会比较安全 很重要安全很重要了 这个是用这样子推开的 我们推开一下 他把它分开 这边淋浴空间 水不会喷出来 淋浴空间也非常舒服 非常的宽敞 这个是属于淋浴空间 他们家呢 比较可惜是没有浴缸 比较可惜是真的 不好意思啦 没有浴缸 再有的还得了 哇塞 那我们这房价可以再涨一些 对不对 可惜没有办法 没有浴缸 这个是这样 拉开的拉开的 所以厕所的部分呢 是真的非常不错 空间也非常好 你看 连厕所都让你欣赏艺术品 然后欣赏画了 你看 厕所也有挂哦 是不是整个很厉害 这边还有一个残酷 一大片的穿衣镜 从头到脚 整片的穿衣镜 很多妈妈有的蛮喜欢的 但我觉得是很残酷 这样子看得太清楚了 全身都这样子照过去 全身的穿衣镜超搭一片的 所以整个房间空间的设计呢 是超宽敞 超舒服 超明亮的 整片落地窗 我超爱的 而且灯光也非常的明亮 到晚上的时候呢 我不喜欢太昏暖的感觉 他们家灯光 真的刚刚好 有没有看到 都有砍灯 整排的砍灯 前面也有砍灯 还有这个小的 小的 床边有没有 床边的话 就还有小灯 所以这个灯光 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还有这个 我最喜欢的水晶灯 超漂亮的 你看 我光是从这个角度 都看到山井 这么漂亮了 何况你躺在床上 躺在床上欣赏 山井 太美了 太漂亮了 真的是太舒服了 很美对不对 来这边就对了 大爷说的 台东市区 他目前最爱的 他已经讲了 而且呢 他说不要住太少天 真的 你会舍不得离开 太漂亮了 我觉得真的是很舒服 很漂亮的地方 他真的很爱来台东 然后最近又爱上台东市的 历历大酒店 他很爱这边 他跟我说 要住多天一点 上次被他碎碎一年 说住太少天了 下次要更改 再多住几天 来台东 多停留一下 好山好水 真的多值得你们 多来玩几天 好 这个是属于山井房 漂亮的山井房 介绍给你们了 就是这么的漂亮 重点是 房间漂亮 价格也很漂亮 内容也很漂亮 样样都漂亮 你们还不买 上次没抢到的 再一次机会 不要后悔了 再没抢到就完蛋了 这个窗帘是电动窗帘 现在很进步的电动窗帘 超厉害的 OK 介绍给你们漂亮的 山井房 来这边 看山看海都很漂亮 但我自己 蛮喜欢山井的 因为我觉得来这边 就看这个感觉 这个 这种感觉 就对了 OK 介绍给你们的 莉莉的山井房 喔